作家吴淡如说过这样一句话, 家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理由, 也无论你变成什么样, 都可以接纳你的地方。 家是我们新的归属, 是最温暖的港湾。 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有爱的家庭, 不仅能让身体得到依靠, 也能让心灵得到歇息。 家庭的幸福, 不在于房子有多大, 车子有多豪华, 而在于夫妻间的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一个家庭最好的相处模式, 就是长低头, 多点头, 少摇头。 一, 长低头。 作家王文华曾在《回家》中写道, 家, 既是温暖的港湾, 也可能是争吵的源泉。 家人之间的彼此理解与关怀, 使家成为能量之源的关键。 而当美事必争, 不肯退让时, 家便沦为战场。 心理咨询师N木子, 分享过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 一对夫妻在咨询过程中, 短短十分钟内因琐碎事情, 爆发了二十多次争吵。 从家务分工, 到接孩子的次数, 探望彼此父母的次数, 购买礼物的金额。 双方越说越激动, 完全不愿意退让。 即便木子多次试图让他们停止争吵, 而双方依旧剑拔弩张, 沉浸在愤怒的情绪中。 最终, 咨询不得不中断。 木子感叹道, 并非谁的生活都糟糕到无法挽救, 最糟糕的是, 两个最亲密的人都向刺猬, 谁也不愿意拔掉身上的刺去, 靠近对方。 家庭不是战场, 无需分胜负。 学会在适当的时候低头, 相互包容和退让, 是让家庭关系保持温暖的秘诀。 在纪录片《幸福定格》中, 李教授与丈夫携手走过三十多年风雨, 是很多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但他们也有过艰难时刻, 孩子年幼, 父母生病, 工作困境。 那段时间, 两人常常被琐事争吵。 在一次激烈争吵中, 李教授的丈夫失控地摔了一个凳子。 李教授震惊之余, 没有选择与丈夫硬碰硬, 而是轻声问道, 你刚刚那0.1秒的愤怒和失控, 并不是在对我生气, 只是在寻求我的帮助, 对吗? 这一番话如同一缕清风, 瞬间化解了丈夫的怒火。 时候, 李教授告诉丈夫, 每个人都会有失控的时刻, 这次我让着你, 下次你让着我, 我们互相理解和包容。 经营家庭的秘诀, 也许就是在琐碎的日常中学会低头的智慧。 著名投资家芒格经历过两段婚姻。 在第一段婚姻中, 由于双方争吵不休, 互不相让, 最终只能以离婚收场。 而在第二段婚姻里, 他和妻子南希彼此包容, 相互退让, 生活得和谐美满。 当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发生改变时, 家庭的幸福指数也随之提升。 老舍有一句话说得好, 婚姻是门妥协的艺术。 妥协意味着为爱情而低头, 因珍惜而让步, 减少面红耳赤的争吵, 多一些包容和体谅, 才能让家庭这艘小船 在风雨中稳健前行。 格言连比中有言, 欲是低头, 不是认输, 而是一种智慧, 一种修养, 是懂得尊重别人。 夫妻之间, 低头是为了更好的拥抱, 一个懂得低头的人, 不是怯懦, 而是珍惜, 不是放弃, 而是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 二, 多点头。 听过这样一句话, 家不仅仅是一个的方,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家庭的和谐, 源于每个成员间的 相互尊重和理解, 一个家庭不是靠某一个人支撑, 而是需要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努力。 李雪芹在综艺节目《荒野会谈》中 分享过自己的成长经历, 他说自己小学的时候非常调皮, 班主任经常让他找家长。 班主任对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小树不休不直流。 而李雪芹的父亲却说, 小树只要不长歪, 长点支押, 是没有问题的。 这句话让李雪芹奉为经典京剧, 在亲戚朋友中广泛流传。 在他心里一直觉得自己从小就得到父母所有的尊重, 因此始终心怀感激。 还有一件让李雪芹印象深刻的事情, 高中的时候, 班主任曾经让李雪芹的妈妈查看一下他的手机。 妈妈拿起李雪芹手机的那一刻, 非常内疚。 他说,当我打开你的手机的时候, 我就有了负罪感, 我保证一条信息都没有看, 就关掉了。 但是我向你郑重地道歉, 我不应该这样做。 李雪芹说, 这样的家庭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是这样幸福, 他们如此尊重我, 我有什么资格不努力。 父母与孩子之间就像一个悄悄板, 总会有一方处于一个更低的位置。 父母降低姿态, 则会把孩子托举得更高。 教育专家李梅锦教授曾说过, 家庭中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一样是第一位的。 家庭成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是孩子最好的示范。 夫妻之间多点头, 是认可和欣赏。 父母对孩子多点头, 是信任和支持。 父母尊重孩子, 孩子才会尊重父母, 这样的家庭关系, 才会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和幸福感。 三, 少摇头。 在智乎上, 有一个话题很火, 夫妻关系差, 是怎样毁了一个家? 其中一个高赞回答, 让我印象深刻。 所谓的家和万事心, 都是有迹可循的。 夫妻之间互相体谅, 互相理解, 才能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 的确, 婚姻不仅仅关系到两个人, 也关系到两个家庭。 家庭不睦, 就会鸡飞狗跳, 家庭和谐, 就会充满欢声笑语。 而这种幸福的气氛, 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 互相包容和体谅。 朋友找我倾诉了他的家庭矛盾, 他最近经常和老公吵架, 吵架后总感觉心里不舒服, 晚上失眠, 白天没精神。 夫妻二人经常因为小事发生矛盾, 彼此之间相处越来越不愉快。 夫妻俩对对方的要求都很高, 总觉得对方做的事情达不到自己的要求。 比如, 夫妻二人计划出游, 却经常因为选择旅游景点, 无法达成一致, 不患而散。 对于孩子教育问题上, 二人也常常因为教育方式的不同, 发生矛盾。 丈夫觉得孩子还小, 不着急上各种补习班, 而他却总怕孩子不提前补习, 会输在气泡线上。 因此, 二人对孩子提出诸多的要求, 一旦孩子做得不好, 夫妻二人就会大声指责, 训斥孩子。 长此以往, 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 越来越唯唯诺诺, 性格越来越内向。 渐渐地, 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多, 甚至出现了感情危机。 这种预示彼此意见不统一, 导致矛盾升级的行为, 在很多家庭中屡见不鲜。 然而, 肆无忌惮的恶语相想并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会使夫妻关系恶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也有自己的底线。 我们经常说, 己所不于物施于人。 如果你总是试图让别人迁就自己, 那么最终只能得到对方的反抗。 婚姻中, 只有彼此尊重, 相互体谅, 才能让生活过得更幸福。 作家蒋勋在《孤独六讲》中说, 夫妻是一种缘分, 能在一起是一种福气。 能相伴一生是一种幸运, 能相守一世是一种幸福。 学会换位思考, 放下固执, 少摇头, 多点头, 才是通往和谐生活的秘诀。 学会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才能让家庭充满爱意和温暖。 在家庭中, 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矛盾纠纷, 但如果总是斤斤计较, 大动干戈, 就会让家庭变得千疮百孔。 诗人梅恩说, 要想建立爱的家庭, 必须先有爱家的思想, 家是讲爱的地方, 而不是战场或棋盘, 不需要争高低论胜败, 也不需要小心翼翼处处提防。 一个家庭真正的幸福, 不在于物质的富足, 而在于情感的风营。 长低头, 是对家人的尊重与谦逊, 多点头, 是对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少摇头, 是对家人的信任与宽容。 家, 不只是一个地方, 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更是我们内心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源泉。 把最好的情绪, 最多的真心, 留给最亲的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